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下饭 我刚开始把整个店面往内做 做这个环境给客人可以做修行 然后人做生意越做越退后 好吃的东西 客人再怎么远他还会长过来 泰国泰 除了米它很酸很辣 它才是真正的泰国泰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辣的时候要喝水 就是辣的时候绝对不要喝水 越喝越辣 首先第一个故事我们带您看 在台北乌兰有一家专卖烤鱼的餐厅 用的鱼全部都是山上饲养的鲈鱼 用山泉水跟溪水养出来的鲈鱼 这个肉质是鲜嫩又Q弹 而且鲜美程度是在平地养殖 没有办法相比的 而用好的食材烤出来的鱼料理 当然受到韬客的欢迎 很多人都是专程大老远的跑到山上 就是要吃一口新鲜的美妙滋味 而且这一间烤鱼店的老板 歌声是一级棒的 经常现场演唱让客人来大饱耳福 他就是知名的歌手叫做于冠华 演艺事业历经了高低起伏 最后他回到了故乡屋来 开了这么一间烤鱼餐厅 他说以前还没有准备好就名利双收 也曾经一度迷失自己 现在虽然不像过去这么风光 但是知足感恩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用豁达的态度 面对他的人生也考出另一片天 这边过去大概要45分钟 45分钟啊 对 那到 快要到福山了 就是已经到福山了 眼睛前方手握方向盘 好久不见的歌手于冠华 今天要带着我们到接近宜兰福山的乌来 擒拿来寻找于美人 你找多久啊 不用找啊 我们在那边从小长大的都知道 南石溪上游大罗兰西岸边 干净的溪水灌进养殖池里 蹄护灌顶情凉舒畅 是鱼儿的避暑胜地 也是于冠华包养鱼美人的秘密基地 你看这鱼肥美 这也是 这眼睛是非常非常棒的 肥美的高山鲁鱼 头好壮壮 活动力十足 是于冠华烤鱼餐厅的招牌扛把子 而天然溪水纯净无污染 一斤到一斤二是标准体态 再大就不好吃了 这要问老板呢 为什么 再大的话它的那个肉质老 因为生长速度慢 常常供不应求 隐居深山的渝美人 比一般市面上的养殖鱼 贵了三成 靠着地利之便和老板的好交情 于冠华店里每天有很老啊 游进客人嘴里 好吃 双加烤鱼有吃过 有啊 那你吃起来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 赞 你当然要说好吃啊 你养的鱼啊 对对对 我们两个双剑合并啊 天下无敌啊 天下无敌啊 他养好的鱼 我来用这个好的材料 做适当的自然料理 回到屋来新务公路旁的四家餐厅厨房里 于冠华立刻变身鱼大厨 表演拿手绝活鱼式烤鱼 这个高山的山泉水养的鱼鱼 它是比较饱满 它的肉比较饱满 不像市场的鱼 做完了之后是扁扁的 肉质比较扎实 Q弹 鱼式烤鱼的做法其实不太繁布 盐巴 米酒 姜片先腌过15分钟 然后撒上原住民的马告盐巴 增加天然香气 还有点橄榄油 鲜鱼进烤箱热烤 得随时注意火候避免烧焦 马告盐巴 橄榄油补充2到3次 因为我也可以让它5分钟上菜 那就是预烤 可是那就不好吃 你一定要把一条鱼 从新鲜的状态开始去烤 对 然后倒上菜 那条鱼才会好吃 但是你必须要等给我15分钟的时间 趁着烤鱼空档 另一锅配料要紧跟着熄滚滚 四次麻辣酱 洋葱 姜片 灯笼椒 干辣椒 一起下锅热炒 昆布汤 然后不起眼的最佳配角 昆布高汤是甜美秘诀 我就是只有用骨头跟昆布而已 我做菜都是用高汤来取代 所以我不放味精 不放大骨粉 不放鸡粉 高厨研发最到鱼式烤鱼时 余冠华的灵感全来自他爱吃的 川菜里的诸葛烤鱼 它降低原本的咸度和油腻 符合台湾人清淡的口味 用在地食材加上原住民风味的咸猪肉 马到调味 要清除鱼篮 15分钟后热力逼出油脂 滋滋作响 空气中充满鱼肉的鲜香 铺上丰富配料 招牌 烤鱼完成 这么会做菜 于光华可是有遗传的 从小在老爸的山东饺子馆玩耍帮忙 厨艺有两把刷子 一年前认识的美食家梁又祥 在大师的指点下从刀工重新练起 利用原住民的特色优势 融合许多原味的食材 在厨房做创作 菜单一手包办 功力不输 音乐实力 你要懂得怎么样把食材融会贯通 如果你今天请师傅开菜单的话 它会千篇一律 都蛮像九九快草的每一道菜 但是你自己能够把天地万物的各种食材 做组合 做搭配之后 你就可以呈现出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菜 这道夏日凉风用的就是原住民常用的香料 达纳刺葱 配上清淡爽口的芙蓉豆腐 就是原味十足的风味前菜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道菜最棒的就是当你在咀嚼的过程中 那个我剁碎的刺葱叶 在你口腔中释放出那种爱情的味道 很多艺人做副业开餐厅 只当老板不进厨房 余冠华不一样 他坚持自己下厨才能掌握提供给客人的每个细节 才能成功 我的手其实以前弹琴是蛮漂亮的 但是现在因为做菜 我的手现在是脏乳这样子 不这么做的话 经营者没有办法把你的餐厅经营好 像是大家都会炒的乌来特产猪葱 余冠华如果澄清 45秒搞定 你轻易吃到饱下 用一点点的那个培根去烤烤它 然后就是快炒45秒 45秒最好吃 因为它本身就够嫩了 对 然后不要把它炒太烂 马糕最棒的就是奶好汤 加长口味加上创意滋味 位在乌兰山上的烤鱼餐厅 经常有演艺圈的大明星们来大快朵鱼 就连非假日也吸引老饕上门尝鲜 酸酸甜甜辣辣鲜嫩多汁 非常新鲜 非常下饭 我现在就要回来 为了乌山谷里的大合唱 我一定会大声地唱歌 牵着你的手 自家店里 余光华常常厨房外场两边跑 有时候忙到一个段落 歌影一来再送上意外惊喜 谢谢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幸福 谢谢 谢谢 唱歌的人也很幸福 唱歌很幸福 爱唱歌的人最能感受这一句 尤其是需要舞台的歌手更是冷暖自知 因为唱片圈大欢景不景气 余光华已经16年没有出新专辑 最近几年也没什么媒体曝光度 很多人来到他的烤鱼餐厅 才发现老板竟是知名歌手 几乎忘了他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情歌王子 而几年前的绯闻和离婚事件 让昔日的情歌王子形象受伤 人生陷入低潮 尝尽人情冷暖 莫然回首发现 对他张开双背的 还是乌来山上熟悉的山林和老家 于是四年前他搬回山上 买下自家旁的土地 自己和工人盖房子开餐厅 回到泰雅故乡原点再重新出发 现在他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专心在烤鱼餐厅 经营得有声有色 还在市区开了分店 工作之外 享受自然的怀抱 山林的洗礼 他说现在简单的生活 是住在地堡里有钱人 也买不到的健康奸然 北方正在逛 候鸟飞南方 终于盘到你返向 而他的歌声依旧 他说以前音乐是追求名利的工具 现在则是单纯的生命分享和感动 除了固定担任周杰伦演唱会的键盘乐手 接下来的计划 则是要和幻眼合唱团开小型演唱会 一起为纪念师傅薛悦而唱 感动我自己 跟分享给更多爱歌的人 就这么简单 余广华现在的头衔 是爱唱歌的快乐厨师 爱吃的山林歌手 乐在工作生活满意知足 永远找得到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 记得唱回来 这里有很多爱 思念你真的很难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